观众朋友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斗罗大陆最新的剧情中 全大陆精英魂师大赛已经开始了 在这一次所有的参赛队伍中有三大势力 他们分别是天斗帝国,七宝六六宗,五魂殿 这三大势力分别有三支队伍代表他们 而他们也有一个代表出面大赛 七宝六六宗就是宁风制 五魂殿就是白京主教 天斗帝国的代表就是皇帝绝大帝了 这个人的名声是非常大的 他是一个98级的封号斗罗 这个级别目前在整个斗罗大陆中 也是能够排在第一的了 出场时的雪叶大帝是一个年纪非常大的老爷爷 不过却非常有气质 一出场就震慑住了在场所有的强者 但是雪叶大帝看起来还是非常和蔼的 就实力而言 即使是五魂殿的教皇比比东 也不敢招惹这位大神 没有哪个封号斗罗敢在他面前放肆的 不过戴木白也是天斗帝国的皇子 不知道会不会在这次比赛中被认出来呢 好了本期视频聊到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天视频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